第二章 夏南洋 早期过番夏南洋的华族移民主要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,以广东人和福建人居多。 19世纪40年代以来,大多的华族移民都是契约华工,普遍被称为苦力或猪仔。 当时在厦门、广州、汕头、香港和新加坡都设有猪仔馆,牛车水的广和元号就是其中之一。 华工出国前或抵达新加坡后都会被集中在这些猪仔馆,他们生活艰苦、丧失自由、备受虐待。 当时过番夏南洋的华人多在种植园中种植甘蜜和胡椒。 甘蜜是早期华人的重要经济作物,产品主要外销到中国和欧洲,用于制作皮革工业的柔剂和染布的颜料。 而随着甘蜜和胡椒种植业的发展,乡村港角地区也形成了聚落,带动了华人区的发展。 不过,值得一提的是,并不是每一位华工都在新加坡长期工作。 早期的新加坡主要是华工集散中心。 华工们先过番来到新加坡,在远赴东南亚各地工作,如到霹雳州开采西矿,或到印尼种植甘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